月十七 雷玉玲终于孵化出来了 她小小的 毛茸茸的 好可爱啊 我给她起名叫巧玲 巧玲巧玲 她也喜欢这个名字 师姐 这个 似乎是你写的日志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这里 爷爷 这都是些琐事 怎能同玉玲手计放到一起 你是未来的掌门 掌门手计 当然要放到书库里了 师弟 快给我 师姐现在每日写的东西 就是掌门手计吗 算 也不算 掌门手计 大多记载了玉玲修行的情况 爷爷没有玉玲 这件事就落在了我身上 每日写完巧玲的事 我会再写点日记 时日长了也习惯了 你写字的时候 很用心 修道者需心太平和 若是恼了怒了 就将这些全部写在纸上 心情也能平静下来 老徒子 我现在可平静不下来 翻了一天 也没看到什么有用的 明书门的资料太多 今日没什么售获也正常 先休息吧 有人在敲门 这个时候 会是什么人呢 真是 坐上去之后 他突然飞起来了 七月初三 爷爷拿出了珍藏许久的灵果 给巧玲吃 他很喜欢 可惜灵果只有几个了 以后怎么办呢 八月十五 中秋节 在村外偶然遇到了一个女孩子 她好像跟师父走丢了 正哭呢 我把她带回了明书门 这个女孩叫白莫晴 名字里有个字和我一样的音 爷爷说 听起来像姐妹一样 我比她大 那我就是姐姐啦 情妹说 是跟师父来天使门做客的 可是 自己不小心迷路走散了 后来她师父寻她来了 我们约好了 以后有机会再一起玩 八月十九 情妹的纸贺来送信了 还带了好多灵果来 情妹说 是她师父送给巧玲的 太好了 这下巧玲就不愁灵果吃了 十一月初五 一直吃别人给的灵果也不是办法 我得想办法收集灵果才行 要不然巧玲怎么能长大呢 巧玲飞得这么快 碰到凶兽应该也能逃走 明天出节见试试看 希望爹娘保佑我平安 十一月初六 我采到灵果了 但是 也被爷爷骂了 后来我看到爷爷哭了 是我让他担心了 还有他的腹 适当